道歉 再道歉 鞠躬 再鞠躬 不斷放下身段 卻再也挽不回民心 南韓民眾12號再度上街 抗議總統閨蜜干政 要求胡錦慧下台 人潮塞滿首爾街頭 密密麻麻幾乎看不見空隙 這場抗議從下午2點開始 但在活動起跑前 街頭就已經有14萬人 下午4點多左右達到16萬人 主辦單位預估整場遊行 將有50到100萬人參加 警方則預估會有25萬人 而這場遊行將是南韓民主化後 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 抗議群眾用辦喪事的方式 表達對胡錦慧的強烈不滿 越到晚間聚集的人潮越多 民眾手上拿著蠟燭 用燭光點亮首爾的夜空 機會將持續到13號 而在胡錦慧爆發醜聞後 他的民調已經跌到5% 有些地區更低到0% 完全沒有支持度 而到晚間6點多 遊行人數已達到85萬人 但人潮還是不斷涌入集會場地 民眾擠在地鐵站門口 被警察擋住無法出戰 還傳出有人不知倒地 緊急送醫 近10點 首爾警方在清瓦台前800公尺 設立最後底線 自發稿前示威人數已破百萬 遠遠超過2008年 美牛抗爭的8萬多人 國際中心綜合外界報導